Sandy幫我們示範一下 網美來到了現場這麼漂亮的背板 實要拍照的感覺 可以幫我們擺幾個比較美麗優雅的頭髮嗎 謝謝現場的媒體朋友 這個也是Sandy非常推薦的一款產品 大家也可以放在我們的攝影包包裡面 看到他我都好煩 我說去賺錢好不好 好啊 他說我都已經七老八十了 你努力你去叫我去 我說有我已經排滿了 前兩天剛好公司有一個新產品 叫那個紅藜乳鐵蛋白 反正也是一個保健食品 然後他說不然我們一起代言 我說好啊 然後就說要早一天要合體拍那個宣傳照這樣 然後我就說好那你什麼時候OK這樣 他說我五月幾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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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OK這樣 我說嗯 對不起因為我五月現在只有一天 有空親配合我的時間 好大牌喔 沒有啦就是對他而已啦 然後他嚇壞了 他怎麼可能 他一直看我的Gaddle 我說對啊你看 我只有昨天一天是空的 那我覺得是那女人的衣服 他沒有他怎麼可能 對啊你們來還不就為了他 我沒有關心你啊 謝謝你們關心你啊 謝謝你們關心你 我也愛你我也愛你 我也愛你 我沒有買過香水送人耶老實說 嗯 有沒有很令人失望 蛤 蛤 蛤什麼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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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在收男生禮物的人 所以我其實 嗯 我不是說收男生禮物不好 是我自己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 每一次 每一個什麼節大家都來問我 然後我的答案都一樣 大家都會超失望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真的沒有在收禮物 但我很喜歡收卡片 那 有收過很爛的卡片 就是外表很漂亮 然後打開就是 那個卡片原本印好的 Happy Birthday 然後沒別的了 然後我想說 欸 是忘了寫嗎 然後他就 不過我卻沒有啊 就是有這種男生 那這種男生我就會 欸 其實寫在聯絡這樣 就會覺得沒什麼誠意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送禮物誠意還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另一半的人會心事寫卡片嗎 對不起 你說什麼 就另一半現在都是那種 會心事寫卡片 我覺得 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如果這個男生很愛寫卡片 然後字很醜的話 那就 就 我覺得男生字要很好看 比較重要 所以他字很醜 身上要香香的 然後字要漂亮 又要會寫卡片 那我跟女孩子相交就好了 是不是 對啊 我覺得我挑剔的點 絕對不是這些很外在的東西啦 就是 舒服乾淨相處的開心 就比較重要